近日,向往的生活舞播出了最新的一期,本期来到蘑菇屋做客的,正是同性出身的杨子。 在节目中,他也吐露了自己和常驻嘉宾张子峰的渊源。 在节目中,众人感慨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,当初的小孩都长大了。 这时候,杨子表示自己曾经还和张子峰合作过一部影视剧。 在剧中,张子峰扮演杨子的妹妹,两个人可以说是在节目中重剧了。 杨子和张子峰都是同性,可以称得上是老相识。 张子峰面对着熟悉的姐姐话也变得多了起来。 他在节目中和杨子聊天,自己也表示感觉自己今天说话特别的多,今天的话量很丰富。 遇到熟人的妹妹也变成了小话牢。 据了解,杨子所说的和张子峰合作的影视作品名为《老爸回家》。 在剧中,两位饰演一对亲姐妹,虽然当初两个人的年纪都不大,但是在剧中的表演已经是可圈可点,演技备受认可。 如今,杨子和张子峰都成长为了优秀的演员。 杨子刚刚结束女心理师的拍摄,进组开始拍摄《沉香如泻》。 此外,杨子还有《青三行》和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两部已经拍摄完成,等待播出的作品。 而张子峰刚刚官宣了,即将参演大热IP天才基本法,饰演女主角林昭熙。 张子峰和吴磊主演的《盛夏未来》也已经杀青,即将在夏天和观众们见面,期待着两位优秀演员带来的精彩作品。 在羡慕张子峰和杨子之间的神仙友情的同时,大家也由衷地祝愿两个人能够有意长存。 同时,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,看到两位演员更多的优秀作品。